那麼漂亮的花膠 最重要是要給味道和劍色入味 所以就要你教一下我們了 好,這個有點步驟 這個做法是有尺肉雞 煎香,再熬醬汁 好,這個時候我們預熱了鑊 加一點油 是 大約一湯匙就可以了 我們先用雞煎好 是 因為雞有雞皮,你看我 所以雞皮皮下脂肪也會釋出油分 是 所以我們拉少許油就可以了 我們做這個醬汁又濃,收濃了 但它不夠肉味 所以我們也會加一些尺肉一起煎 現在其實聞到雞油的香味 是 最重要是表面辣香 它夠香,我們扯醬汁的時候 味道就會特別濃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加了薑 我建議先加薑 因為薑本身的水分比較重 我們先炒一下 然後就是乾蔥和蒜子 這些你看到,其實稍後我們扯完 它是不會吃到那種苦味 你看到有些焦香的味道 對 不用怕 對 是要的 是要的… 它夠焦香出來的效果 會濃這個湯 這個時候我們就預備了煮水 加進去吧 加進去吧 好了,現在加了第一次清水 通常水我建議分兩三次去加 為甚麼 因為它會比較容易濃縮 我們一次過加太多 它降溫了 它不夠滾的情況 它很難做到融和的效果 那我想問,我們現在要等它煮 然後又加水,煮後又加水 其實這個過程要多久才是收火 通常我們這樣熬 我想要40至45分鐘 要等它收水 即是煮湯似的 類似的 如果我們不夠大火去煮 我們一直煮,它一樣會蒸發 但它做不到濃縮的效果 吃下去的汁就好像沒那麼滑 好了,我們熬了汁底 看看效果 這是45分鐘後 對 這時候花膠正如你所說 其實是完全沒有味道 是 吃個口感 我們在這裡也要調一點味道 老抽 對 加一茶匙 這個本身也有肉、雞肉的香味 但我們也要加一點調味料 加一些蠔油 生抽可以加兩茶匙 加一點鹹味 對,鹹鮮味 現在這個階段就先放花膠 對 好了,我們調了一點色 加一點蠔油,我們開小一點火 先煮一下 剛才是關火的 然後放花膠後再加鹽 對… 先開大一點火 讓它煮起後,我們轉到最小的火 小小的火,先煮一下 因為這個蒜敏魚膠比較厚 而且就算浸泡了,它的口感夠 它不能入味 這個煮起後,我們讓它小火 再煮20分鐘 再加醬汁就可以吃了 想知開TV一街坊開運優惠架 掃下QR Code,有詳情吧 我們下期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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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观看